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风车很漂亮,对不对 你看,转动好漂亮 这个就是我用宝特瓶来做的风车 今天我就是要教大家用宝特瓶来做一个漂亮的风车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就是一个6000cc左右的宝特瓶 还有一支衣架 那这个瓶子我是用越式矿泉水的宝特瓶 因为它这上面的纹路比较符合叶片的构造 所以我就采用它这个瓶子 那现在我们开始就来做 首先你就是要把这个瓶子切开 切开,切开以后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要的是这个部分 长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剪了 就沿着它的纹路剪 要剪到底哦 现在剪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展开 一个一个把它展开 好,把它展开以后 好,这个角度 各位看我已经把它折好了 你也可以在这个叶片上剪个弧度比较好看 好,这样就剪好了 接着我们就是在这上面涂一些热熔胶 然后把另外一个盖子把它粘上去 把另外一个盖子把它粘上去 把另外一个盖子把它粘上去 我们先放在旁边 现在我们来做支架的部分 首先我要把衣架松开 然后把它剪短一点 好,接着就是把这个挂钻的部分把它弄直 我们把珠子放进去 然后把它穿起来 再把珠子放进去 然后再把这铁丝 然后再把这铁丝弯进去 然后再把这铁丝弯进去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风车 效果不错吧 各位也可以 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个来玩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利用宝特评来做风车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它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拜拜